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是很孝順的女兒 我媽雖然從來都不會親口稱讚我 但在她心目中她會覺得我是正位的驕傲 所以我會覺得在面對她的時候 特別有這樣的升起的感覺 應該是你所說的那樣東西 覺得人生中最光芒的時候 又是當你和你最親最愛的人在一起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一起分享開心 這些真正是你人生中最光芒的時刻 是你永遠都會記得的時刻 心情開朗 走出去你都會覺得好像有很多的燈打在你身上 然後你就充滿了很多的光芒一樣在身上 時時刻刻都要這樣 教育子女怎樣保護自己是女人最有智慧的時候 當你堅持到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會有無窮無盡的滿足感 還有你自己也會更加肯定自己 所以我覺得堅持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我其中就是包含一種客戶和關懷 還有一種和對方的交流 我覺得愛是不可以缺少的 就是你要愛自己 愛我們的地球 愛一些生物 我覺得應該在愛那裡延續下去 愛一個人 你應該要為愛它 讓我們繼續處置 想到當的 消災